即将迈入六月份 又来到了稻米收割的季节 趁着稻田依然一片金黄色的这个阶段 本地文创分子发挥创意 让稻田摇身变成了表演舞台 表演者随着振振道乡 轻盈一手手动人曲目 让观众陶醉其中 马上到市庚庄走一趟 感受大自然和艺术结合的美丽 广阔五边的稻田加上蓝天白云 这正是近期国人的热门旅游圣地 市庚庄 本地文创分子被绝美景色深深吸引 发挥创意 将稻田改造成为舞台 让本地艺人和艺术团体 在大自然的舞台上表演 把艺术和大自然结合在一起 市庚庄是羽米自乡 它结合了海还有稻田这两个元素 所以我们想说把这个概念 结合艺文活动来推广乡镇的美好 想把参与者带到户外 感受户外的感觉 就是说其实美好的感觉 不一定需要花很大笔的金钱去感受 小小的金钱也可以感受到 整个田园的美好 美丽生活节一连两天在市庚庄举办 涵盖黄欢稻田 餐桌以及音乐会 让民众坐在稻田旁 在清风稻香的伴随下 品尝稻地佳肴 也让歌手们以嗓子为大家揭开 羽米之乡的万种风情 别具风味 所有美丽都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只是缺乏一个发现美丽的眼睛 跟发现美丽的心 我带我妈妈给她一个母亲节的礼物 围绕着我们的都是爱 都是很美丽 除了大自然 所有的人都是很温情很感动 美丽生活节 在千人的见证下打响头炮 主办单位希望 接下来可以将活动推广至全国 发掘国内更多美丽迷人的地方 NP7综合报道 NP7综合报道